不许喊叫 咬着牙缝了二十多针 很显然 严怀里说是他背着熊泥去的医院 而在另一次剧组聚会的时候 杨洁导演和饰演白龙马的王国昭 特意说明就熊泥的这个人 是二郎神的扮演者林志谦 他又是这个戏里的救生员 在洞里头演出的时候 那个小猴子把头碰破了 他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 就把这小猴子立刻就背到医院里去 这个小猴子就是后来的 跳水世界冠军熊泥 真的是熊泥头碰破了 是他背着去医院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杨导和王伯昭在说到此事的时候 是很刻意去强调说明的 似乎是在想证明什么 关于真实情况 我们现在无从得知 你觉得从这些人的采访看 熊泥被谁送往医院的可能性更大呢 就是这个人的采访看 她跟他一样的采访看 什么人的采访看 这个人的采访看 就是这个人的采访看